用画笔工具,你可以按B切换成画笔工具,用白色,把这里边的洞洞的地方,当然现在有点问题啊,大家记住这块的不透明度是60,我们要给它换成100,直接按小键盘10 按100就可以了,然后这块我们把这些洞洞都给它补上 是不是比那个仿制图彰要简单一些,对吧,比仿制图彰简单一些 然后呢可以擦的更真实一点,让这个边缘的过度更真实一点 然后这时候我们发现右边也有一些怎么办呢,我们这时候呢再盖印一个图层啊,为什么要盖印呢 我先不盖印的话,我把这图层删了给你们看一下,我现在想直接从这边复制一块放到那边,对吧 我直接Ctrl勾,你会发现我复制的是哪呢,复制的是上面这一个图层里边的一点点,对不对 这就不好了嘛,所以我Ctrl,Shift,加Alt,加E,盖印一个图层之后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图片了,所以我这时候把这块完好的Ctrl勾,新建一个图层,拖到这边来 拖到左边来 然后呢,拖到左边以后呢,你会发现其实右边这块有点暗角,对吧 我们要想做的真实呢,就右键点它,自由变换这个图层,然后水平翻转一下 看到了吗,水平翻转 点完水平翻转,按回车 这时候啊,这个照片呢,就相对比较真实了 也不会出现暗角呢,跟那个过渡的地方不匀称的状态了 这时候我们把它放到这儿,然后 依然新建一个蒙版,Ctrl加I,反向 这时候呢,然后按B,对吧 然后白色的画比,100%的不透明度 我们就开始擦吧,对吧 把这些这个洞洞的地方都擦掉 洞洞的地方都擦掉 然后这块呢,是比较多的,对吧 人物这块不用着急啊 就是不用细致,先给它大概齐的全擦出来就可以了 为什么能这么做呢 然后我们只要切换X的画比,对吧 切换X的画比,变成黑色,把人物再擦回来就行了 这个蒙版的好处就是,我可以来回来去擦,擦实物也没关系 然后再切换回来,对吧 再切换回来,放大一点 然后把这个人物的边缘给它擦了 可以再放大一点 然后画比更小一点,擦的更细致一点 对吧,这样 然后呢,再切换 把人物这个衣服边缘没有擦好的地方 再擦回来 再擦回来 好 你看啊,这稍微还有一点 对吧,稍微有一点 把这一点点也都给它擦回来 好,那这样是不是整个画面啊 咱们这时候呢,把这些 我们为了修补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 可以就是按住第一个图层 加Shift键,点下面的一个图层 然后把这些右键图层建立一个组 建立一个组叫什么呀,瑕疵 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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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确定 这时候建一个组能干嘛呢 能直接显示这个图层所有的变化 对吧 之前之后 之前之后 那我们这个图层 刚才好像是把那个孟幻的给选进来了啊 这PSD还得到时候还得给大家 所以我把这个再拖出来吧 这梦幻这在哪呢 应该是 应该是这两层啊 应该是这两 这三层 这三层都给它拖出来啊 都拖出来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组去掉 对吧 这时候就只有瑕疵的处理的这个组 那我们现在这张图片基本处理的思路到这呢 也就差不多了 最后还有一点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再盖印一个图层啊 盖印一个图层之后 我们想 我想给这图片加点暗角 因为现在画面整个太平 太平的话 这个叶子这个颜色呢 个人呢 会觉得有点怪 所以说我想给大家更这个淡化一点 这时候我们点滤镜 点cameral滤镜 加暗角 为什么要cameral呢 第一套课里边应该给大家讲过 对吧 点到这个镜头矫正这儿 把这个拉到下面有一镜头晕影 直接拉到底 拉到左边底 这就是加暗角嘛 对吧 也是一个很简单 你看之前之后 之前之后 暗角不够怎么办 点滤镜直接不用再进去了啊 直接点这块 这上一次操作 你也可以直接按Ctrl F 看到了吗 有快捷键Ctrl F 直接Ctrl F上一次操作 再加一遍 之前之后 那这个暗角 哎 幅度可以了 对吧 这样这张照片 我觉得处理完也就OK了 然后呢 这个照片 这一层这个 观察层为什么没有用呢 因为你盖印图层了 盖印图层 它就不显示 这观察层了 这时候 我们这张照片可以保存 来保存一个GropePG 把这张图直接剃掉啊 每次修的可能都有点区别 但是每次呢 我就把这个图片直接剃掉 然后我们再保存一个PSD PSD呢 到时候是给大家的 大家可以去详细的看一下 这PSD每一步的操作 都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把这个图片关掉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张图对吧 之前之后的变化 之前之后啊 这个色调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但这节课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是怎么我们把一张图片的颜色 追成另外一张图片的颜色 那在下一节课里边呢 我们可能还会遇到用到这个技巧 我们要讲的是 这种欧美一点的性感一点的感觉的 那种户外的照片 其实这些照片的色调呢 都是在我们日常的外拍人像啊 或者是甚至印接淘宝片的时候 都能遇到都能用到的啊 下节课的内容呢 也希望大家能到时候准时的这个来听一下 认为下节课的这个色调呢 很多朋友应该会比较感兴趣 那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些 咱们下节再见 最后再提示一下大家 如果你在这套课程里边 有任何听不懂的地方 不要着急 虽然咱们不是直播课啊 但是还有这个答疑的一个环节 那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这个二维码 加咱们课代表的这个微信 这是咱们课代表的个人微信啊 加了课代表的微信以后 发一个你这个购买课程的一个 凭证截图之类的东西 他就会把就证明你买过这套课 他会把你拉到咱们专属的 这套课程的微信答疑群 这个群里边不进行答疑 但是是收集问题 大家可以把你遇到的问题 就是你没听懂的地方 把问题描述一下 或者是发一些你自己的原片的作品 不要一下刷屏 不要一下刷屏啊 发几张或者发一两张就可以 然后呢我们会从里边精选问题 精选大家的作品 在11月份的四个周三啊 10月1号 10月8号 15号和22号 四个周三 分别放出四期答疑视频 这个视频是我从咱们的答疑群里边 收集到的问题 通过视频的方式 通过photoshop演示的方式 给大家解答 然后录制好的视频 放到这个咱们的课程里边 还是这条课程的后面更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答疑视频了 所以说不要着急啊 只要加到咱们微信群里边 随时提问就可以了 大家也要理解 我们为什么不在微信群进行答疑 因为微信群答疑的话 一个是文字加语音的方式呢 可能答疑起来不直观 另一个是答疑的时候呢 有些朋友如果没看到的话 后面就会被刷屏刷上去 他也没法记录了 所以我们直接录制四个答疑视频 有一个月的时间 大家可以去看这道课进行提问 这四个答疑视频也会永远的放在课程的这个视频里边 大家可以一直去回看 这也是对大家一个负责的一个想法 希望答案都能进咱们的答疑群 然后提出你没有听懂的问题 接下来